大家好,我是猫博士 动画片《葫芦娃》大家应该都看过 里面的七个葫芦兄弟 各个身怀绝技,奔领超群 那猫博士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知道的可以在弹幕评论中打出 你们还记得 葫芦娃里挤娃会喷火 挤娃会喷水吗? 不可思议的是,在现实世界中 还真有能喷火能喷水的生物 它就是今天要讲的主角 鱼 第一个要出场的是能够射出 高压水泡的喷水鱼 喷水鱼也叫涉水鱼 它的身体平平,成年体长 可达20多厘米 主要生活在印度及玻利尼西亚的 热带水域中 喷水鱼最喜欢吃的食物是 蝴蝶、苍蝇、蜘蛛等昆虫 而这些昆虫都不在水下生存 喷水鱼是怎么吃到它们的呢? 这就要说到喷水鱼特殊的捕猎方式了 喷水鱼会从水下喷射出水柱 集中猎物 在野外,喷水鱼能喷射出的水柱 能以60米每秒的速度 击中远在5米外的猎物 水猪的力度是其自身肌肉力量的6倍 喷水鱼的视力很好 每当有昆虫悬落在水边的植物上时 它就会瞄准猎物 不过水下光线有折射会造成偏差 而喷水鱼根本不需要担心这个 它的眼球里有能自动调整光线的机制 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折射带来的偏差 然后它会用舌头抵住口腔 让整个嘴巴形成一个通畅的管道 最后通过塞部肌肉的迅速收缩喷射住水柱 这就好比一台高压水枪 又快又准又狠 为了能最大程度的击中猎物 喷出的水柱水流速度也不同 放慢镜头我们可以看到 喷出的水柱前面比后面慢 后面流速快的水柱会对前面的水柱造成挤压 好处是对猎物的冲击力度 击打面积会更大 从而提高捕食效率 相比游戏某某农药里 让你抓狂的猪队友 这种百发百中的神射手 才是你值得拥有的 不仅如此 喷水鱼还会根据猎物大小调整喷水量 除了远程攻击 当猎物距离水面较近时 喷水鱼还可以跃出水面 最高能跳出水面30厘米的距离 将猎物一口吞下 也正是因为喷水鱼特殊的捕猎方式 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水族爱好者的喜爱 屏幕前的你要养一条吗 说完喷水鱼 接下来要讲的是一种 能喷出蓝色火焰的喷火鱼 喷火鱼是一种生活在热带海域的特有鱼类 体长约为20厘米 传说在喷火鱼的食谱中 食物除了能提供所需的营养物之外 都必须要含有一种可燃物 那就是零 每当喷火鱼遭遇不测时 就会从口中喷出三米长的火焰 以此来击退捕食者 正是因为这种特殊技能 所以人们才会把它叫做喷火鱼 今天猫不是告诉你 这个传说是假的 喷火鱼压根就不会喷火 更不要说能喷出三米长的火焰了 喷火鱼的食物也很常见 就是海洋中的小虾小鱼 听到这儿有人就疑惑了 我明明看到它喷出一股蓝色火焰啊 没错 喷火鱼喷出的确实是蓝色的光 但并不是火 这主要是因为它吃了不该吃的东西 海洋中有一种特别细小的甲格类生物 叫戒形虫 戒形虫有一个跟萤火虫极其相似的技能 那就是发光 戒形虫的体内含有萤光素及萤光素酶 这两种物质混在一起能发出冷艳的蓝光 每当遇到天敌 戒形虫就会用蓝光吓退它们 这种蓝光也能帮助戒形虫一次次逃离虎口 因为喷火鱼有时会捕食戒形虫 每当这个时候 大量的戒形虫会在喷火鱼的口中发出明亮的蓝光 喷火鱼被照得通体发亮 很容易成为其他捕食者的猎物 为了不暴露自己 喷火鱼不得不将盗嘴的戒形虫再吐出去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喷火鱼喷火的画面了 只不过喷出去的不是火 而是散发着蓝光的戒形虫罢了 在现实生活中 人类至今还没发现能喷火的生物 不过像喷火的龙 喷火的葫芦娃 茂博士倒是见了不少 你们要是知道哪种生物能喷火 记得来评论中跟大伙分享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更多内容点关注到主页即可观看 我是茂博士 感谢大家的支持 下期接着讲神奇有趣的动物 敬请关注